第八集 乔飞 我在指定的宾馆找到指定的房间 用付卡开门进去 屋子很是豪华浪漫 夹丝都是浅蓝色的 滚着淡淡金边 房间中央的一张小圆桌上 放着一大捧飞色玫瑰 鲜嫩可爱 微风从窗外吹来 吹散小玫瑰的淡淡花香 吹起浅蓝的窗蔓 还有铜色的床围 圆形的大床 在下午的阳光下 安静 典雅 不见丝毫情欲的味道 谁说钱是王八蛋 钱买来最可爱的东西 浴室里有水声 男人在洗澡 想到这儿 我的心就很难继续镇定了 有钱的男人 这由他随意扔在地上的 西斧每一个纽扣 每一条线都看得出来 我拾起他的衣服 看一看 男人不胖 这很好 压在身上不会很沉 我走到窗边 看外面的大海 天空般的蓝色 明亮 晴朗 水声停了 男人从里面出来 我没回头 继续看着外面的大海 向更远的方向 我二十年的人生里 第一次丧失勇气 我不想说话 也不知道该如何动作 如果这是一个熟练的嫖客 他应该知道如何引导 心来乍到的女人 总有种方式 残忍的 或是温柔的 不应该我来思考 成家阳 我洗完早从浴室出来 看见年轻的女人站在窗边 不见正面 可黑色的长发 让我想起一个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那个人 顽皮活泼 聪明搞笑 身上有种 让人鲜艳的勃勃生机 我其实不知道 如何应付这种情况 只好说 嗨 你要喝点什么 果汁 香槟还是茶 我看见他 慢慢转过头来 然后 我们都愣在那里 他先是看了看 手里的门卡 又看了看我 确定没有走错房间 他想说些什么 张了张嘴巴 又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此时脸已经飞红 他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终于快步向门口走去 在飞走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伸手拽住了他的小臂 他低着头不看我 我的心情也是复杂的 我在今天不想孤独 我轻轻地说 既然来了 就留下来 没有人知道 飞此刻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后来我问他 他说他忘了 他仍是不愿看我 像是安静地坐了深呼吸 然后脱了自己的鞋子 坐在窗台上 他穿的是一双纤细的 蓝色的高跟鞋 他一定是累了 我们都有片刻的沉默 然后我对他说 看到是我 你意不意外 他没说话 我 我也不知道是你 这是 我思考措辞 朋友的安排 那 你意不意外 为什么是我 非到底是非 他擅长与人 争锋相对 我点点头 我承认我很意外 我在夜总会见到过你 哦 我不常出入那种地方 居然被他看到 这样想 难说不是缘分 我是什么样子 哼 滥嘴如泥 说些什么 一个女人 她 她今天婚礼 难怪 她终于看看我 几乎是怜悯的 所以 要发现 我无法回答 答案已经明显 你呢 你问我 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是 飞轻轻笑了 那不是我认识的 她的样子 那种笑 秋天的脆草般 苍凉的 渺茫的 钱 钱 否则是什么 她继续看向窗外 我需要钱 着急的时候 得到这个差事 赚钱赚得蛮快 数目也不少 当然了 说是不少 也不可能入你的法眼 所以我来这儿 没错 很意外遇见你 你愿意给我多少时间 我问 不知道 到你满意 她自知说得轻调了 摇摇头 掩饰局促 我 我没有别的安排 我走过去 在她旁边俯身 之后 就让我们忘了这件事情 但这个下午 我们好好度过 行不行 她看我 我们离得很近 闻得到对方的呼吸 飞很香甜 我看得见她细致的皮肤 我的手 在上面 轻轻抚摸 这个女人的一双眼 猫耳般的一双眼 褐色 透明 渐渐蒙上情欲的气息 可身体 可身体仍然有些僵硬 我揽过她的腰 贴近自己 我突然觉得 我突然觉得 这嘴巴 和这丁香小蛇 有些熟悉 我想起某个混乱的夜 未完成的艳遇 我看看她 又看看她 我笑起来 是你 是我 她的手 搭在我的肩上 我们上着 薄薄衣衫的身体 严丝和缝 小哥哥 是允诺 还是诱惑 我为此热情激荡 我退去她的衣服 她突然就抓住了我的手 什么也不说 看着我 看着自己的身体 她害怕了 飞也害怕 我收回手 我们不急于一时 我慢慢脱去她的衣服 将她打横抱起来 放在床上 下午的阳光里 玫瑰气味的海风中 自那时起 她是我的飞 乔飞 很疼 不过 不至于像书上 或电影里那样 女人一定要哭出来 我没有哭 可我记得 大班朱利亚的话 我看着她的眼 我有一些奢侈的愿望 我但愿 她会因此而记得我 事后 我没有离开 我在浴室里洗澡 陈家阳坐在外面 疼吗 她问 不 饿吗 有点 想吃什么 面条 你想我叫东西上来 还是我们出去吃 我没说话 之前 我们已达成共识 所有的事情 不走出这个房间 我说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你想吃面条 什么口味的 我叫上来 水果呢 你喜欢什么 草莓还是芒果 还是西瓜 她醒悟了自己的口误 炸浇面 我说 扣一个煎鸡带帽子 两个 两个 我出来的时候 桌子上已摆好了食物 我的腰还酸疼 不过我不想让她看出来 我挺胸抬头地走过去 我说 好极了 热腾腾的炸酱面 煎得外焦里嫩的鸡蛋 还有一小罐橄榄菜 这是给我的 此外 还有一篮子的水果 一瓶红酒 我大口吃炸酱面的时候 陈嘉阳就着红酒 吃她的牛排 好吃吗 她问我 我点头 不太有时间回答 你吃得了吗 你都叫上来吧 我争取 别勉强自己 我笑起来 抬头看看她 你想吃 她放下自己的刀叉 你吃的可真香 相信我 对女孩 这可不是公为 我放下筷子 我吃不下了 是吗 她走过来 坐在我的椅子另一边 那我尝尝 说着 就用我的筷子夹面条吃 一般啊 她说 也没什么味道 你不吃就还我 我吃着可香了 你不信 下一秒 陈嘉阳用自己的嘴巴 堵住了我的嘴 我只感觉 她觊予我的面条 如何想到 这用心险恶的勾当 以前还真是小瞧了她 我以为 只有我会 倾城一吻全家死 接下来的事情 我就印象不深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 我很怀疑自己 是不是记错了 我听见 陈嘉阳把头 埋在我的肩窝里说 飞 谢谢你 的我 事后 我没有离开 我在浴室里洗澡 陈嘉阳坐在外面 疼吗 她问 不 饿吗 有点 想吃什么 面条 你想我叫东西上来 还是我们出去吃 我没说话 之前 我们已达成共识 所有的事情 不走出这个房间 我说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你想吃面条 什么口味的 我叫上来 水果呢 你喜欢什么 草莓还是芒果 还是西瓜 她醒悟了自己的口误 炸浇面 我说 扣一个煎鸡蛋帽子 两个 两个 我出来的时候 桌子上已摆好了食物 我的腰还酸疼 不过我不想让她看出来 我挺胸抬头地走过去 我说 好极了 热腾腾的炸酱面 煎得外焦里嫩的鸡蛋 还有一小罐橄榄菜 这是给我的 此外 还有一篮子的水果 一瓶红酒 我大口吃炸酱面的时候 陈嘉阳就着红酒 吃她的牛排 好吃吗 她问我 我点头 不太有时间回答 你吃得了吗 你都叫上来吧 我争取 别勉强自己 我笑起来 抬头看看她 你想吃 她放下自己的刀叉 我洗碗早从浴室出来 看见年轻的女人站在窗边 不见正面 可黑色的长发 让我想起一个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那个人 顽皮活泼 聪明搞笑 身上有种让人 鲜艳的勃勃生机 我其实不知道 如何应付这种情况 只好说 嗨 你要喝点什么 果汁 香槟还是茶 我看见她慢慢转过头来 然后 我们都愣在那里 她先是看了看手里的门卡 又看了看我 确定没有走错房间 她想说些什么 张了张嘴巴 又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此时脸已经飞红 她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终于快步向门口走去 在飞走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伸手拽住了她的小臂 她低着头不看我 我的心情也是复杂的 我在今天不想孤独 我轻轻地说 既然来了 就留下来 没有人知道 飞此刻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后来我问她 她说她忘了 她仍是不愿看我 像是安静地坐了深呼吸 然后脱了自己的鞋子 坐在窗台上 她穿的是一双纤细的 蓝色的高跟鞋 她一定是累了 我们都有片刻的沉默 然后 我对她说 看到是我 你意不意外 她没说话 我 我也不知道是你 这是 我思考措辞 朋友的安排 那 你意不意外 为什么是我 飞到底是飞 第八集 乔飞 我在指定的宾馆 找到指定的房间 用付卡开门进去 屋子很是豪华浪漫 夹丝都是浅蓝色的 滚着淡淡金边 房间中央的一张小圆桌上 放着一大捧飞色玫瑰 鲜嫩可爱 微风从窗外吹来 吹散小玫瑰的淡淡花香 吹起浅蓝的窗蔓 还有铜色的床围 圆形的大床 在下午的阳光下 安静 典雅 不见丝毫情欲的味道 谁说钱是王八蛋 钱买来最可爱的东西 浴室里有水声 男人在洗澡 想到这儿 我的心就很难继续镇定了 有钱的男人 这由他随意扔在地上的 西服每一个纽扣 每一条线都看得出来 我拾起他的衣服 看一看 男人不胖 这很好 压在身上不会很沉 我走到窗边 看外面的大海 天空般的蓝色 明亮 晴朗 水声停了 男人从里面出来 我没回头 继续看着外面的大海 向更远的方向 我二十年的人生里 第一次丧失勇气 我不想说话 也不知道该如何动作 如果这是一个熟练的嫖客 他应该知道如何引导 心来乍到的女人 总有种方式 残忍的 或是温柔的 不应该我来思考 成家阳 他擅长与人针锋相对 我点点头 我承认我很意外 我在夜总会见到过你 哦 我不常出入那种地方 居然被他看到 这样想 难说不是缘分 我是什么样子 烂嘴如泥 说些什么 一个女人 她 她今天婚礼 难怪 她终于看看我 几乎是怜悯的 所以 要发现 我无法回答 答案已经明显 你呢 你问我 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是 飞轻轻笑了 那不是我认识的 她的样子 那种笑 秋天的脆草般 苍凉的 渺茫的 钱 钱 否则是什么 她继续看向窗外 我需要钱 着急的时候 得到这个差事 赚钱赚得蛮快 数目也不少 当然了 说是不少 也不可能入你的法眼 所以我来这儿 没错 很意外遇见你 你愿意给我多少时间 我问 不知道 到你满意 她自知说得轻调了 摇摇头 眼是局促 我 我没有别的安排 我走过去 在她旁边俯身 之后 就让我们忘了这件事情 但这个下午 我们好好度过 行不行 她看我 我们离得很近 闻得到对方的呼吸 飞很香甜 我看得见 我看得见 她细致的皮肤 我的手 抚在上面 轻轻抚摸 这个女人的一双眼 猫儿般的一双眼 褐色 透明 渐渐蒙上情欲的气息 可身体 仍然有些僵硬 我揽过她的腰 贴近自己 我突然觉得 这嘴巴 和这丁香小舌 有些熟悉 我想起某个混乱的夜 未完成的艳遇 我看看她 又看看她 我笑起来 是你 是我 她的手 搭在我的肩上 我们上着 伯伯衣衫的身体 严丝合缝 小哥哥 是允诺 还是诱惑 我为此热情激荡 我退去她的衣服 她突然就抓住了 我的手 什么也不说 看着我 看着自己的身体 她害怕了 飞也害怕 我收回手 我们不急于一时 我慢慢脱去她的衣服 将她打横抱起来 放在床上 下午的阳光里 玫瑰气味的海风中 自那时起 她是我的飞 乔飞 很疼 不过 不至于像书上 或电影里那样 女人一定要哭出来 我没有哭 可我记得 大班朱利亚的话 我看着她的眼 我有一些奢侈的愿望 我但愿 她会因此而记得